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 四月二十八 生命成长营加童工联席会 上星期六展开了本年度第一次的如荫之夜 弟兄姐妹都带着万分期待的心情来参加 而且如荫之夜是分享福音给周遭朋友的机会 当天很多新朋友参与我们当中 我在观赏各样节目的时候非常的惊叹 我们的童工真的拥有许多的创意与巧思 对啊 常常听了都是会心一笑呢 当然也有捧腹大笑啦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天精彩画面与报道 4月20日晚上台南圣教会如荫之夜 主题戏剧《使徒约翰》 由高颂清牧师创作 使徒约翰年轻时脾气爆裂 被称为雷子 后来却成为爱的使徒 晚年在巴摩海岛写下启示录 兼顾了信徒的信心 戏剧的呈现情感深刻 看一代使徒的生命历程令人深受感动 本次如荫之夜还有从日本远道而来的 常泽崇始牧师 分享他所创作的诗歌 《生命真光》 耶稣我要爱慕你 带领会众进入深刻的敬拜 此外还有气势磅礴的古号乐队 《奇队宜队》的演出 阿卡佩拉团队以及高中牧区 呈现的斯瓦依利语的主导文 《八八耶土》 四位主持人幽默地模仿脱口秀 丰富创意的内容 共同打造了一场精彩绝论的 如荫之夜 上个礼拜 如荫以及日语牧区聚会 很特别的是 远从北海道教会来访的牧者 常泽崇始牧师 来到南圣进行分享交流 迎着台南圣教会 日语牧区的意象和感动 要将福音传回日本 于2023年 他们前往北海道的 迦南赞美教会参访 因此彼此有了连结 常泽牧师创作了许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像《我要爱慕你》 《祝你是我的太阳》 这次我们能够见到他本人 并且听到他的分享与见证 实在是太感动 也太开心了 而且我觉得他好帅哦 我也是 让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报道 去年牧者同工 五月前往北海道教会参访时 特别邀请招惶 渣男赞美教会的 常泽崇始牧师 今年来台南圣教会 参加如荫之夜 和日语崇拜的聚会 12岁受姐姐影响 开始学习 将感动用诗歌方式创作的 常泽牧师 多年来创作许多快智人口 适合日语歌唱的 赞美诗歌 除了如荫之夜的分享外 在4月21号主日的下午 和日语同工与年轻牧者乐团团队 一起带领他写的多首诗歌 在幽默生动的讲道中 分享许多令人感动的见证故事 激励前来参加的弟兄姐妹们 三天的行程中 日语牧区的同工们 热情地接待常泽牧师 也与一同配搭的同工们 有很好的分享和交流 常泽牧师本趟也带来他的教会 特别为此次花莲地震的奉献 教会将带为转达此份心意 相信台湾与日本的复兴 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也期盼将来有更多的宣教交流 4月17上周三 高铁教会举办了 第二次喜乐的新音乐会 这次的主题是乐器之美 高铁教会一个月一次的音乐会 真是为大潭那一块土地 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且艺术气息 记得333 每个月第三周的 礼拜三的下午3点钟 会举行音乐会 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 一同前往享受远离成宵的宁静时刻 让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4月17日周三 第二次喜乐的新音乐会 在高铁教会沙伦艺文空间举行 大潭里里长除了前一天 特别用广播向李明预告此活动 当天也带着朋友前来参与 有许多学生居民第一次参与 这样的音乐会与画展 节目由台湾圣教会第一军团牧者演出 以乐器之美为主题 透过东亚庭传道 介绍各曲幕背后的故事 让人更能澄清在音乐的美妙中 音乐会中 教会提供咖啡 以及弟兄姐妹的手作糕点 大茶面线 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 可以品尝美味 活动不仅带来了 听觉与视觉的享受 更邻居社区的情感 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共融 这次活动成为了 一个美好的交流平台 让下个月的音乐会 更加令人期待 钟平姐 你觉得你自己当了妈妈以后 让你觉得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应该是跟着小孩一起长大吧 那你呢 我呢 不仅可以帮自己买衣服 还可以帮孩子买衣服 购买的过程中 我有相当大的愉悦感 那我也有 我是不仅可以帮自己丢衣服 还可以帮孩子丢衣服 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我也感到非常的快乐 感谢主 好险你断舍离的对象 不是你的孩子 其实也差一点了 教会的妈妈 可以参加妈妈小组的联合 也是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 对啊 每一次妈妈小组联合 都能让心灵风营 生命成长 4月26号 邀请到以灵基督教中心的 柯柏家姐妹 一起来分享 赞美是得胜的命绝 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前往 男生可以来吧 当然可以了 4月28下午有生命成长营 和童工联席会 感觉又会是个 很丰富的主日午后 我们教会真的非常的用心 生命成长营 可以让弟兄姐妹 更跟上教会的脚步 另外 童工联席会 我记得要对自己的文化产业 做初步的验收 上次我的文化产业是写日文 初めまして 私は李で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 哇 好厉害喔 听说你每个星期日下午 都有参加日语崇拜 真的非常激励人 是啊 在主里面 希望跨出自己的一小步 都能够讨神喜悦 太棒了 我迫不及待的 要来练习我的英文喔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 恩氏新闻的报导 OK See you next week 就这样 对啊 恩氏新闻 我们下周见 拜拜